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風打過暴雨亦下過 今日的天氣相對來說已經比較好 但今早大家上班上學時亦有一場大雨 這場大雨為香港大部份地區 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而其中在荃灣、沙田、大埔這些地區 更加錄得超過20毫米 其實今日下午如在雷達影像方面 我們見到依然有些趙雨影響著香港 以及以北的地區 但這些趙雨相對來說是比較細的 其實今日香港來說亦沒有太陽光 基本上都是多雲的天氣 好像下午最高氣溫 各區都是上升到28至31度不等 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會如何 看看最新預報圖便知道 我們預計在香港附近 依然有一道低壓槽是徘徊的 到星期四和星期五 低壓槽都會在香港以北的地區 故此我們香港將會吹著西南風 會是一些趙雨的天氣 但到星期六 我們預計這道低壓槽將是南壓 有機會在香港附近徘徊 故此星期六的天氣會比較差 而最新的雲同雨預報和這裏低壓槽相關的一些惡劣天氣 看到到到星期六會非常接近香港 香港在星期五、星期六的天氣 有機會有些大趙雨和雷暴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有幾陣趙雨 明早早各部地區有雷暴 但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7至31度 風會吹和緩的西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剛才說過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未來一好幾天基本上都是趙雨的天氣 但到接近週末期間 星期五、星期六 由於低壓槽接近 我們會有機會有些大趙雨和雷暴 今晚天氣到此為止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再見